紀錄大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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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經濟學家說 從疲弱的消費支出到嚴格的清零控制政策 再度北京對教育和房地產行業的監管打擊 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正面臨著相當大的壓力 而官方的數據掩蓋了中國人失業的真實痛苦 中國共產黨計劃在今年遲一些召開二十大 就業的是政府官員的首要考慮因素 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的最迫切危機 《台灣經濟日報》香港特派員李春 在2021年12月的專欄文章中預測 中國的2022年從事雙齡工作的就業人數 可能超過3億人 雙齡就是指靈活就業和零工經濟 分別對應就業數據表中 並沒有統計進去的就業和兼職 或自由職業者構成的自僱主就業 李春說 這是大陸經濟迫近的灰犀牛 但是中共官方數據仍然揭力掩蓋 勞動力市場的真實痛苦 根據1月17日 中共當局公布了2021年12月份的就業數據 調查城市失業率為5% 略為好於大樓行病前的水平 首先中共官方的失業人口調查 存在嚴重的統計問題 根據官方的失業調查說明 他們將失業人士定義為 在過去3個月內積極尋找工作 並能在2週內開始新工作的人 其次在目前中國經濟下滑 以及疫情衝擊下 服務行業陷入困境 製造業出現萎縮 中國就業的形勢並不樂觀 此外北京對房地產行業的打壓 也直接減少了低層農民工的就業 他們是建築業的主要勞動力的來源 由於勞動力市場疲弱 很多大學生都選擇了參加考試 繼續讀研究生或者報考政府公務員 根據《民生證券》的一份報告說 2021年參加上述考試的人數 比2019年增加了160多萬 由於這些人不會被算作是求職者 所以大學生的實際就業壓力 會比失業率顯示得要高